Hello 大家好 我是演员佳佳子 在游戏里面饰演的角色是肖露 老师之前有玩过互动有流产品吗? 之前有玩过那种动漫版的互动的游戏 那觉得这个和常规的游戏剧有什么不同呢? 很不同啊 这个全程是第一视角主观镜头嘛 然后影视剧的就是正常的什么情况 基本的一个角度 这个就确定是按照男主的视线 就是游戏玩家的视线 来拍的一个东西 游戏里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刚进组的时候有进到房间看到 现在桌子上有水果还有车货小用品 我说 哇 怎么回事 这酒店这么好还送这些东西 然后发现是剧组给我们准备的 就在Visually TFC 还有前两天在海边拍摄 然后看我们感冒 回来就给我们准备了热牛奶 然后还有水池的烟味感动 肖露这个角色和您本人有相似的地方吗? 我觉得当这个角色 其实跟我本来相似还是很贴近的 因为我们就感觉都是比较不太近 然后也是生活也不太说话的这种 有点小胆气的感觉 您认为在肖露眼中故意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没有我说 啥 啥 没有开玩笑 就是 你说一个男孩子在六个女孩子之中摇摆不定 怎么说都有点不太舒服 但是我觉得按照剧的角色来说的话 肖露肯定是还是一直都蛮喜欢这个男人 因为跟她相处了那么久 然后我觉得她也完好了吧 如果用肖露的身份来对故意说一句话 您会说什么? 就是希望你能坚定自己的内心 不要就是表摆不定 跟肖露一起生好吧 肖露多么是一个好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让您觉得感触最深的是哪一场戏? 就是那个坏结局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玩到完以后 感觉这个小女孩还蛮难过的吧 就是我比较喜欢女孩子哭的感觉 对不起各位女性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哭的话有一种一岁感的美 我觉得蛮好看的 如果让您来写第二集 您希望肖露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希望她成长呀 她现在就比较不太自信了 我希望她们变得清新阶段更改一点 不要微微缩缩的 我喜欢的人就勇敢去追啊 如果让您来推荐一下这款游戏 您会怎么推荐呢? 就是会跟大家说 这是一部 跟以往很大不同的趣 然后可以让您体验不同的孩子的各个性格 让您有一场现身恋爱 你孩子也可以体验呀 没毛病 在里面发展平坏也挺好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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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